你知道世界上最有钱的王室是哪个吗? 肯定很多人会说遍地土豪的迪拜王室 或者是资产高达2、35亿元的卡塔尔王室 但他们都还不是最富的 今天就带大家一一盘点世界最有钱的十大王室 第十位 阿曼王室 阿曼国家是阿拉伯半岛最古老的国家之一 同时也是阿拉伯半岛的造船中心 众所周知 阿拉伯半岛是一个石油窝 这里的大部分国家都是靠石油发家致富的 而阿曼也不例外 他们拥有石油储量高达55亿桶 天然气储量约8500亿立方米 据统计 他们每年出口原油就能赚到一两百亿美元 而阿曼王室作为阿曼最古老的王室 他们掌控着阿曼国家大部分的财政收入 同时 阿曼国内各类企业中 大部分都是王室成员参与投资的 因此 阿曼王室所用的财富自然也不言而喻 据统计 阿曼王室所拥有的财富高达900亿元左右 第九 阿拉伯王室 阿拉伯王室是摩洛哥国家统治王室 它起源于13世纪 现由穆罕默德六世国王统领 其中摩洛哥不仅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也世界第二小的国家 国土面积只有两平方公里左右 仅次于梵蒂冈 全国总人口为38,300人 不过 摩洛哥经济十分发达 摩洛哥的富豪密度位居全球首位 平均10人中就有3.5人非固定资产超100万美元 而作为摩洛哥的王室 其所拥有的财富肯定也不会少到哪里去 据福布斯估计 阿拉伯王室的综合财富高达1400亿 第八位 文莱王室 文莱虽然是有一个弹丸小国 但文莱王室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王室之一 他们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因为文莱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 所以 文莱王室掌握着国家80%的经济命脉 文莱和阿拉伯国家一样 主要靠石油和天然气发家致富 他们是东南亚第三大石油生产国 和世界第九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国 以太明石油储量11亿桶 天然气储量为3000亿立方米 这些自然资源也使得文莱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文莱王室非常热衷于海外置业 其中在澳大利亚购买了一块比文莱国土还要大三倍的牧场 据福布斯统计 文莱王室的综合财富高达3500亿左右 第七位 英国王室 英国王室是现存古老的王室之一 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王室 虽然现在的英国王室大部分权力被剥夺了 但仍然保留了国王和女王的地位 及其部分权力和财产 特别是王室的财产 其名下资产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除了拥有数座城堡和庄园外 还拥有超过30多万亩土地资源 此外 还拥有不计其数的珠宝 艺术藏品 现金 股票等财产 而据福布斯估计 英国王室的总资产高达5600亿元左右 第六位 泰国王室 相信大家对泰国王室应该有所了解 泰国王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82年的曼谷王朝 经了两个多世纪的统治 积累下巨额资产 其所用的资产为整个泰国GDP的12% 而且 泰国王室不但是泰国的地主 还是泰国最大的包租公 他们拥有泰国13万英亩土地资源 总价值超过200亿元 此外 还拥有大的物业 除了遍布泰国各地的几十座宫殿外 其中繁华地区的著名酒店 商务区 地产等等 基本都是属于王室 同时 泰国王室还在泰国很多企业中都有参股 可以说泰国王室在泰国真的是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而据不确定统计 泰国王室所拥有的财富高达7900亿元左右 第五阿布扎比王室 阿布扎比王室是阿布扎比酋长国的统治家族 而阿布扎比酋长国则是阿联酋的七个联邦国之一 其中迪拜也是当中一员 因此 阿布扎比王室同样也是靠石油发家致富的 阿布扎比酋长国坐拥世界第五大石油储量 拥有天然气储量高达7.1万亿立方米 位居世界第七位 因此阿布扎比王室的财富主要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所赚的钱 第四迪拜王室 在大家印象中迪拜就是个土豪遍地的国家 的确 虽然迪拜土豪很少出现在福布斯排行榜当中 但没人敢质疑他们的财富 早期的迪拜同样是靠石油、运输、港口服务等致富 而近几年聪明的迪拜人 依靠着良好的地理位置 大力发展旅游、运输、贸易、投资等经济 现迪拜已是中东地区最繁华的商贸旅游中心 不但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建设哈利法塔 还有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工岛宗旅岛 以及七星级饭店翻船酒店 而迪拜王室作为迪拜的统治者 其所用的财富自然不言而喻 据福布斯估计 其中迪拜现任酋长穆罕默德的个人资产 至少达6034亿元 第三位 卡塔尔王室 相信大家对卡塔尔王室应该很熟悉了 去年的世界杯可谓是让卡塔尔家喻户晓 卡塔尔是一个均主力限制的酋长国 他们的主要资产同样也来自石油 天然气收入 截至2019年 卡塔尔以探明石油储量达到25亿吨 居世界第十三位 天然气储量高达24.7万亿立方米 居世界第三位 此外 卡塔尔在世界各地都有多项房地产投产 其中包括 吨碎片大厦 伦敦奥运村 哈罗德百货 纽约帝国大厦 巴克利银行和英国航空等知名公司的股权 而卡塔尔王室作为卡塔尔的掌控者 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利和财富掌控 第二科威特王室 科威特在全球的存在感一直都比较低 几乎在国际上听不到科威特的新闻 而且人口也只有400万人 但架不住科威特和沙特一样 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目前探明的石油储量高达1015亿桶 天然气储量为1.78亿立方米 所以作为科威特的王室非常有钱 所拥有财富大致相当于东南亚之光越南的GDP 科威特王室的身价超过了埃隆马斯克和比尔盖茨的总和 他们的生活如此奢华 以至于就连亿万富翁能难以想到与之相匹配的奢侈品 他们的宫殿可以容纳两个迪士尼乐园 拥有自己的隧道网络 而他们庞大的私人飞机队比许多航空公司都要大 从地理上看 科威特可能是个小国 但从财政上来说 像他这样的国家不多 皇室极其无节制的生活方式证明了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家的富有 历史记载几个世纪前 在科威特第一任埃米尔萨巴赫仪式本贾比尔的统治下 科威特成为阿拉伯半岛的一个贸易和商业中心 到1930年 他们发现了石油 这使他们一夜暴富 根据SCMP执政的萨巴赫家族估计拥有高达3600亿美元的资产 这使他们成为世界上第二富有的家族 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家族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财富来自于发现在金融 房地产 电信等领域的明智投资 据估计 科威特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着近8000亿美元的资产 沙巴家族由谢赫纳瓦夫阿哈迈德萨巴赫领导 他在同父一母兄弟谢赫萨巴赫四世阿哈迈德 贾比尔萨巴赫去世后于2020年继承王位 第一沙特阿拉伯王室要论起王室财富 那沙特阿拉伯王室无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 头顶一块不全球我最富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 这是对沙特最完美的形容 可以说这个国家穷的只剩下钱了 沙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国 每年单靠出口石油就有2000多亿美金的收入 外汇储备长年在五六千亿美元左右 按照沙特目前探明的石油储量 他们还能再开采70到100年 而沙特王室是沙特王国的军政和经济命脉的主宰者 决定着王国社会和政治 甚至可以说整个沙特国家经济都掌握在王室手里 而且该王室旗下还拥有世界上最赚钱和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 沙特阿美他们所用的财富说富可敌国都感觉有点苛逞人家了 2005年沙特王子前往伦敦 在那里参观了白金汉宫 他非常喜欢那个地方 直到他说想用银行卡购买那个地方 当时他的银行账户中有16亿美元 相当于每周六百万美元的零用钱 2004年沙特亿万富翁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勒亲王 赤资5亿美元订购了世界上最豪华的私人飞机 2013年沙特王子法赫德沙特范埃尔沙特花费约5000万美元预定巴黎迪斯尼乐园的整个区域 以庆祝他与60多个朋友一起度过三天三夜的毕业典礼 2016年一位沙特王子预定了整个机舱 让他的80只猎鹰在没有关进笼子的情况下飞行 据说每只猎鹰的价值为2万美元 在2018年沙特阿拉伯正在起草计划建造世界上最昂贵 最霸气的运河名为塞沃运河 这条运河的总长度估计在60公里左右 虽然不是什么大工程 但总成本估计在10亿美元左右 这相当于每公里人民币1亿元左右 这被认为是一个天价的成本 可能只有这个中东超级富国才能负担得起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人口不到3000万 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年龄不到30岁 所有沙特国民都可享受免费教育 一两三早 并且无需支付任何贷款或税款利息